資深藝人竹文君 2月28日因肺癌病逝 中年55歲 桑禮於3月25日舉行 養親又作最後送別 寧堂以彩色鮮花裝飾 布置簡潔 寧堂環片寫著 疑犯長傳四個字 圍照是一張她穿著黑衣 微微淺笑的相片 圍照兩旁擺放製品 而她的丈夫陳忠健 和女兒陳海瑩的心形花牌 就擺在寧堂中央位置 分別寫有 情義難忘 及永記持恩字句 這下午3時左右 海瑩抵達靈堂打點 在媽媽靈前上香 神情哀傷 竹文君的身後事 由女兒海瑩全權打點 之前誤傳她在家中離世 是因為海瑩 不知道媽媽手機密碼 以致未能通知好友 見她最後一面 有不少竹文君的生前好友 都有自送花牌致哀 包括古具機 林家棟 袁偉豪、張寶怡夫妻 譚玉英 墨長青 黎子山 黃志賢 廖碧怡 梁思浩 韓君廷 李思培 黃書琦 許秋怡 還有曾經和她在節目中 合作無間的歐海倫 奧家年 林敬江 林敬江 林映暉 等等 而竹文君的生前僱主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也有送上花牌 寧堂外 也放有不少製品 下午五點後 又不少圈中人抵達寧堂送別故友 包括譚玉英 中志光 麥德羅 黃懷德 黃建東 等等 麥德羅表示 十幾年前同竹文君去英國登台 以此成為好友 對方突然病逝 他都感到很錯愕 這次他離去 我都很傷感 想不到 他應該 之前兩個月前 都和我一起 有個表演 有朋友 受宴 當時我還問 為何你瘦了那麼多 是否你減肥 我不知道 剛才聽到朋友 原來他已經脫髮了 所以那天戴著帽子 我也不知道 原來那天是假髮 所以這次他離去 我都很突然 一個這麼好的人 黃懷德 曾經多次和竹文君 合演成侶 交情深厚 對方離世前幾個月 曾經一起吃飯 想不到一別成永厥 幾個月前 我們也有幾個朋友 出來吃飯 其實呢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保密得很重要 他是很熟 很熟 很閨密的朋友 才告訴他 原來他是 剛剛吐完 才出來吃飯 看不出 只是感覺他瘦了 完全是有說有笑 吃東西 開玩笑 三月二十六日早上 舉行出殯儀式 海盈捧著媽媽的遺照 步出靈堂 寧救隨即儀私火葬牆 而童竹文君 認識三十年的安德尊 亦有前來送別 提起好友 他都表示很可惜 有點難過 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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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 我經常說 不開心 他又這麼喜歡這個工作 他很喜歡做這個工作 他很喜歡做這個工作 我在外面 有時做一些社會服務 經常見到他 總之有偽進同學會 他一定在 就算沒有偽進同學會 都經常見到他 他又喜歡參與社會事務 又喜歡做這個工作